38 页 范例 2 图图为某指点在直线上运动的位置与时刻关系图 则速度为正的区间 速度为0的点 以及区间A到B中加速度的正负 以及在区间1到F中加速度的正负 是多少 好那这里是XT图 位置对时刻的做图 它的点代表的就是某时刻的位置 它的线的斜率可以代表 速度 割线斜率代表平均速度 切线斜率代表顺时速度 哪一些速度哪一个区间速度为正 那我们就来看看 它的切线斜率在哪些地方是正的 那看起来的结果是 A 点的切线斜率是正 然后呢 在还是正 在整个 0到10秒的过程中 切线斜率都是正 不过到10秒的时候 它的切线斜率变成了 0 它变成缓和 越来越缓和 那我们写成文字就可以写成这样 A到B的过程中 它的切线斜率呢 是 正的 不过啊 它的 速度变化呢 也是正的吗 为什么要用速度变化 因为 到第三小题 我们要算加速度 那速度变化就会变成是 看起来它是越来越慢嘛 变慢 那从正的要变慢的话 那速度变化就要是负的 所以 它的初速度 Va 是小于 是大于0 可是 这个 Vb 却是等于0 对不对 所以 如果整个过程中 它没有再往往 就是没有 写率没有变成负的 那从A到B 从A到B的过程中呢 是一直减少的 所以 速度的变化 Delta V 会等于 Vb-Va 那结果会是0 结果会是小于0 好 所以 速度为正的区间 到底是从哪里到哪里 从 A到B的 速度 切线协率是大于0 那接下来呢 B到C C到D D到F D到E 全部都是 小于0 我们来看看它的 斜率嘛 从B到C 的过程中 它的斜率就是越来越 越来越 斜 越来越斜 那越来越斜代表它的 速度其实是越来越快 但是方向性呢 却是负的方向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 它往 X的负方向运动 正方向是哪一个方向呢 就是 向上 这个 X正 的方向 那 它的反向就是负向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先从A到B然后接下来回头 所以回头的过程中速度都是负的 所以第1小题的答案就只有 A到B是正的 那第2小题呢 速度为0的点是哪里到哪里呢 速度为0的时候也就是切线斜率为0的时候 切线斜率为0的时候是哪些时候呢 首先在B.4的 B.4切线斜率为0 因为它 就是平的嘛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F 从1到F点的话 它的切线斜率也是慢慢的从负变成0 好那我们换个颜色来标示 写率为0的这个点 所以第2小题是 写率为0的点速度就是0所以是B和F 好那再来呢第3小题才会用到我们刚刚 讨论的速度变化 这是第3小题 第3小题速度变化A到B的过程中呢 它的速度变化呢 是小于0的 那这样的话就会 可以推论出加速度呢 也会是小于0 因为加速度其实就是 速度的变化对时间做平均嘛 那所以既然速度的变化是小于0那么 加速度当然也是小于0 好那么 第2个是1到F 1到F的过程中呢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切线斜率呢一直都是小于0的 对不对 因为从 斜的这么斜 这个是往负的方向这么斜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越来越 越来越平 对不对 可是一直斜率都是负的哦 最后 斜率变成了0 所以它的速度变化是这样的 在1点的时候是小于0 可是到了F点的时候呢 速度又等于0 所以从1到F的话 它的速度变化 是 后来的 减掉原来的 结果是0去减掉负的 0减负 那0减负的话就会是正的哦 0去减掉一个负 所以就会是正的 所以这样可以推估 1到F的加速度呢 就会是正的 好所以答案呢 第3小题第1个 A到B的区间加速度是负 1到F的区间加速度是正 那这里你也可以这样子记忆 就是 当我的 初速度 这个叫 V0叫做初速度就是在时间 一开始的情况 如果我的初速 与 加速度 正负号相同 那就是 同号 那就是同正 同负 那这个情况下呢就会变快 就会 速度的变化量呢 就会是 不一定是大于0或小于0 只能说速度会上升 速度的绝对值会增加 那如果是初速 与 加速度是 1号 也就是 一正一负 或 一负一正 那 我们的 速率呢 就会下降 这样子 就会变慢 第一个是 增快 那第二个是 减慢 那由于 可能是往正的方向增快 也可能是往负的方向增快 所以我们加了绝对值 就会变慢 就会变慢